花蓮市代会12号是进行了市政总质询 针对市区的店家及人潮逐渐萎缩 市民代表杨哲峰也提出了建言 希望可以活用市区闲置的克莱堡建筑 来带动商圈的人潮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导致民众出门逛街的意愿都不高 花蓮市大宇街的消费人潮也大受影响 有很多店家都转型成夹娃娃机店 容景不及从前 花蓮市民代表杨哲峰就针对闲置在大宇街内的 克莱堡建筑提出看法 因为我们现在大宇街这边的店家 生意真的都非常的不好 那大家如果有经过的话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一家一家的店 全部都变成夹娃娃机 那剩下的都是卖衣服的啊 那些或者他们自己家里就住在那边 所以在那个店家生意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 克莱堡这个案件结束 让大家好像看到一个转机的感觉 所以大家非常的关注克莱堡 未来的规划 所以我们今天来咨询这个 是希望能够让民众了解 也让我们代表会更加了解 我们克莱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还有我们中间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遇到最大困难就是 它是停车场用地 它只能做停车场使用 那刚刚我们行政事顾主任也有讲了很多 他们未来会做规划 并且有什么方案可以实行 那希望我们之后能够代表会能够持续追踪 并且监督改善 那希望能够活化这边的商圈 并且振兴这边的经济 欢仁市公所行政室主任顾颖群表示 虽然限制低度使用的公共设施 可以申请临时使用 而且不会受到地幕限制 但克莱堡建筑年久失修 必须要赤支六千万的庞大经费 才能恢复使用 目前已经朝向公共服务据点的方向 着手规划 有机会打造成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中心 提供展演空间及文创商品销售 希望借此吸引人潮驻足 也提升商圈买气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